大家好,我是小A,欢迎来再说回小A的战第一游戏视频 那么在小A最忙的时候,我的频道终于达到了1万订阅者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目标,那么今天终于达到了 小A考试也考好了,所以最近有些空来整理频道 我相信我的一些老订阅者知道,每当小A的频道增加了2000位新的订阅者时候 小A会做一个感谢视频 在此也可以让大家提问,不一定需要问小A一些关于游戏的事情 可以问一些其他话题 同时小A也希望大家给小A出点点子 这一次1万订阅者小A应该说什么话题 上次8缺订阅者那个感谢视频小A讲了小A的留学生涯 那么这一次我不知道大家想听小A说什么 所以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小A 这一次大家想希望小A感谢视频说什么话题 有些问题也可以用这个机会来问小A 这个视频所有留言我一般都会回答的 在此小A也可以告诉大家小A的一些视频计划 我知道许多订阅者希望小A开始做我以前一直做的战地飞行教学 说实话我这片段已经录好了 配音也差不多配好了 问题是12月那个游戏更新打乱了我的计划 有些视频需要重新做了 因为许多东西就是许多关于飞机的性能还有属性被关发改了 所以我目前只能推迟这个计划 大概12月底或者1月初开始做飞机教学 我现在硬盘上还有一些地图分析的片段 还有一些士兵走位 还有一局实战实说能说 还占小A硬盘很大的体积 所以我先想把这些视频先做掉 然后再去考虑做飞机的教学视频 那么同样道理 许多玩家希望小A开始推荐一些好的战地1的武器 小A在2017年会开始对战地1的一些武器做出介绍 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这个视频几年后还是拥有正确的武器数据 因为以后官方如果出扩展包或者出什么游戏更新的话 可能对武器会做出很大的改动 所以说我一年前两年前做的视频可能已经不符合现实了 需要重新做了 武器介绍视频不像小A说的一些地图跑位视频 还有些实战实说视频 这些视频都是不会过时的 有一般官方是不会对某些地图做出很大的改动的 但是武器这方面数据一改 整个武器的手感就与小A以前说的武器手感完全不一样了 小A在2017年还会做一些关于载具的教学视频 比如说轻型坦克重型坦克 巡洋坦克一些装备的介绍 不过总体来说小A认为战地1 除了步兵比战地4步兵技术含量要高一点 其他载具这方面反而比战地4更容易上手了 而且不是像战地4载具那么复杂 但不管怎么样 小A还会尽力教大家一些开载具的技巧 小A想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自己士兵的一些游戏数据 有一个非官方网站大家可以去查 用这个网站也可以查其他朋友的一些士兵数据 比如说查小A的一些士兵数据 我会把这个连接放在下面 这个网站名为Battlefield Tracker 只要打进士兵的名字 这位士兵的所有信息都会告诉玩家 不过这个网站是英语的 但是我相信理解这网站并不难 不需要有很高的英语理解能力 最后这个网站三个平台的士兵都可以查 不管你的朋友是在XBOX上面玩的 还是在PS4还是在Windows平台上玩的 这个网站都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数据 最后小A想告诉大家 官方已经确认战地1会有CTE测试平台 像以前战地4一样的 官方会建立特殊的战地1版本 专门让玩家来测试将来的一些游戏更新 还有些武器更新 这个平台也是帮助官方修复游戏各种毛病 还不平衡地点的 以前战地4就有CTE平台 那么小A为一些不了解什么叫CTE平台的玩家做解释 CTE平台可以说是战地1的公测平台 就是说以后在橘子里玩家可以下载另一个版本的战地1 它就是CTE版本的战地1 CTE英文全称为Community Test Server 中文翻译为就是游戏测试服务器 CTE平台是免费送给玩家的 玩家一旦进了CTE平台就可以进官方的服务器测试各种游戏的新内容 不过小A要告诉大家CTE是没有计分的 就说CTE里面你打得再好 这分数不会加到你的士兵的生涯数据里去的 完全是让玩家测试的 CTE玩家也不多 一般都是一些战地1 以前战地系列的老兵 还有一些YT导演 想让观众知道将来会来什么新的内容去玩CTE的 所以大家怎么选择 还是看自己有没有空去玩另一个服务器 好那么今天小A就说到这里 别忘了刚才小A问给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下一个感谢视频 一万订阅者感谢视频 小A应该说什么话 同时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战地1 或者与战地1无关的问题 想在下面问小A的话 静体在下面留言 小A会给大家做一个答复的 那么感谢大家一直支持小A 也感谢大家一直推荐小A的频道 给一些大陆看不到小A视频的玩家 我有时候也感到非常遗憾 因为我平时很忙 没有一个固定的玩游戏时间 所以不能有大多数人一起玩 大家平时要找小A 看小A碰巧什么时候上线 可以加入小A的服务器 但是因为时差 还有一些服务器 延时等各种因素 很少人能与小A一起玩 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不是靠YT吃饭的 我将来的职业也很耗小A的时间 那不管怎么样 能与大家在YT上沟通 还是一件好事 那么小A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保重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